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西戳前龙的主题曲吧 问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是跟一个普通小孩的一个成长环境一样的 怎么可能 普通小孩 你说你要在内地所有的小孩放暑假都看你妈演的戏 你说你能当普通小孩吗 因为我出生之后妈妈就基本上没有怎么在拍戏了 那就是称当一个家庭主妇的一个角色 反而是爸爸在一直拍戏 妈妈就是可能借我发学送我上学 那你小时候看过你妈演的戏吗 有看过片段 但是没有太多看 那我都可以给你妈当亲儿子去了 我看那新白娘子弹齐不下五遍 我们先看一个片段 好好好 小青 你撑下 我跟你说 我们恨死那个人了 姐姐 你小心啊 就是他老欺负你吗 真的 看到那个伐海舞就特别生气 老欺负你就是他 我跟你说 就是他 收拾他 打他 好不好 最经典的动作 来模仿一下 我们专门下载了新白娘子传奇音效包 请配合 开门大吉 开门大吉 谢谢妈妈陪伴我们好多人 门铃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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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旋律 是香港的一个电视剧吧 好歹是 那个电视剧应该是 大侠换人家 嗯 里面的 主地区 叫做 万里长城涌不到 门大 紧 没错 恭喜你 黄凯杰家庭梦想基金 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两千元 在香港长大 是的 你今年有 今年三十 三十岁 为什么会想到 到北电去学电影 因为那个时候 我在美国读的跟电影没有关系的 是读工商管理 读金融 我快大四毕业的时候 大学毕业的时候 爸爸就跟我坐下来说 啊 你快要毕业了 你是打算回香港工作 还是留在美国呢 还是你想打算 打算干嘛 读研 然后我就说 其实金融我也喜欢 但是觉得也不是最喜欢的一个工作 然后他就问我 那你喜欢什么 我说我喜欢电影 然后我就反过去问我爸爸说 如果你是我的话 你会怎么样 然后爸爸就跟我说 因为他大学读的也跟电影没有关系 他读的是药剂 然后毕业之后 就有偶然的机会回到香港 去拍广告 然后当上一个演员 然后后来也读了律师 所以他跟我说 在这个三个行业来说 他最喜欢最开心的还是当演员 所以他说 如果我有兴趣的话 他就说你就去试一下吧 狮子莫若富 他其实也知道你心中有一个电影梦 有可能 然后只是替你把这话说出来了 有可能 黄凯杰的爸爸黄锦申先生 也是香港非常知名的一位演员 申先生 他出演的影视剧的片段 你们老是不能够动作一日 就是跟 你那外面已经浪费了不长生命 黄爸爸 现在有机会进来接受我的教导 你们要好好把握 这形象太深入人心了 谁在笑 三 是我 你为什么笑 三 今天罚你不准吃饭 再给我三 知道了吧 所以爸爸妈妈对你的影响应该还挺深的 是 但是成长在这么有明星光环的家庭里的孩子 我觉得他可能会 不是那么愿意张嘴闭嘴就说爸爸妈妈 黄凯杰今天就通过开门大集这个节目 让大家认识一个 在父母光环之外的 有着电影梦的黄凯杰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好的 请按响 门铃 加油 想一想 你可以重复一下刚才的旋律 如果你想不起来的话 你听着像谁的歌 歌手是台湾人吗 是 任贤奇大哥的歌 任贤奇的 哎 你要反应 那那那我知道了 因为这这这这张别的歌我要听过 好 那首歌 应该是伤心太平洋 确定吗 确定 让我们期待开门大集 没错 伤心太平洋 深圳太平洋 项目的一份支援 今天支援你的人来了吗 要要要 要要 来认识一下他们 连接电视现场 来了 这个凯杰的两个好同学 我听说你们上学那会儿 这个你们老师导师是王静松是吧 对 王静松 那个当时挑的时候特别严格 好像一个导师就带一个 对 那是什么鬼 我说 什么鬼啊 出师夫师也没有见过这个人 就我一个人嘛 完了以后 别到 走后门的事 这不能说 不是不是 完了以后后来我就摆肚了一下 然后一看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走的大后门 别说 他不是内地的吗 所以他跟我不是一个那个 他特招的 他是另外一个考试系统 是 但你知道他爹和他妈是谁吗 我的女神啊 白娘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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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他妈吗 我 我们毕业那天 我的知己女神和那个黄爸爸就来 就 于 于 差辈了 你 你跟凯杰 论哥们 然后你叫他妈姐 然后叫他爸爸 你不觉得让人头混乱吗 就是 太年轻了 我就实在叫不出阿姨 你知道吗 关键他爸也帅 是 是狂马 胳膊最能展示这个鸡肉 哦 哦 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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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是不是 太过人笑 来 喂 好 喂 开始 哇 哇 帅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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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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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可以他老练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休息一会儿 哈哈 他其实可以更快 他的动作要比你更扎实 好吧 感谢第二次的 哈林老师 这是个什么 还记得那句最经典的台词吗 凯杰 耶 我愿意 我愿意 别说 听出来了吗 很简单 就是赵雅之老师 没演的那个戏 真的没有印象 真的要求助 只能求助了 脚红高粱是天 你说 我也是勾 勾勾勾勾什么呢 勾勾 接起来的时间 你要确定一下 你要不要继续想 续冲 但因为是背负着那个甘肃血缘 那他们的基金的一个 血缘的问题 所以五千块也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了 所以我决定 这样我就收了 那我们就说了 他一定会为这梦想继续努力下去 加油 加油